近日在三亚举办的海天圣言和MC白色派对被卷入淫乱传闻中 事件刚刚平息不久 又传出城中富二代日前广妖性感女郎开疯狂派对 出席者有林爱尔和奥尔附加绯闻男友林德信 一人少美期的男友施祖男及暴义超联钟采希等 众人狂欢香槟嗨一道报 久过三巡场面越来越过分 不少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火辣接触 钟采希和一般性感美女则港女上身 排排坐摆pose合照 不疑惑一名富二代主动上前献殷勤 瞄准聚胸长腿的钟采希 先出手撩搏其秀发 随后更是掀起钟采希的白色裙露出红色顶裤 当众谢春光的钟采希吓到恶然 露底两秒后才出手按住裙子 继而伸出手作状国相对方 然后急忙走开 之后钟采希直视有人行为不尊重女性 我有吓到呀 完全是不知道如何反应 真是好怕 她没有碰到我 如果有身体接触 我一定会一巴打下去 我知道她是喝多了 但就算是罪 当众这样做对女生毫不尊重 她还表示 该男子正是和二儿的非闻男友 她是朋友的朋友 所以算了 当众先编群底 究竟该当何罪 律师表示 如果女方表示 是在不同意的情况下被掀群底 她是可以告男方非离 最高刑罚入狱五年 请拜托